奔受花蓮人期待的蘇花改公路 其中最長的觀音隧道 繼去年底貫通南下線之後 北上線今天也終於貫通了 花北將近四年時間 觀音跟古風隧道是雪碎之後 台灣最大的隧道工程 全場有7.9公里 而且通過斷層 變直 延長 因此施工過程是困難重重 今天上午完成了最後爆破 看到光線透進隧道 讓開花功能是感動不已 而蘇花改也預計在107年 完成通車